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上这样的案子不能不破 这也是老百姓最憎恨的案子之一 咱们前文书说了 1990年2月11日 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果园里 发现了一具由山海关地区来京的女青年 被捆绑歼杀的尸体 到了3月7日 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一具 被监污后残害的外地女青年的尸体 你想不到一个月 竟连着发生两起天杀案 事态不可谓不严重 应封台分局的要求 王军曾两度派市举行政处的同事出现场 协同勘唱 从返回的信息看来 作案手法和现场痕迹 能证明封台区发生的两案属同一人所为 别看这两案子 是同一个人干的 封台两案发生后 王军和处理的同事查看了案情 总觉得现场痕迹 似曾相识 他不由得想起了一件 在京京两地 严起很大震动 至今未破的旧案 那是1988年的3月5日 天津南开大学女生杨某 在朝阳区被害 市区新人处 曾出面协同朝阳分局 对案情进行了技术分析 根据现场提取的足迹 以及自行车的轮胎痕迹 被案犯勾勒画像 当时的专家里就有王军 这很可能是同一案犯 跨局作案了 王军当机调来朝阳区 偏津女大学生 遇害案的案卷对比一下 果然和3月7日 那起案件的足底一致 这些年了 北京市多次发生 年轻妇女被奸杀的恶行案件 是建国以来千所未有的 为获得更多的线索 刑侦二处相继从各区县公安局 调取奸杀案的相关材料 在案情分析会上 王军让大家各书己见 各地各发表自己的看法 果然有人提出 这两起连续发生的案子 与两年来发生在朝阳丰台 大型的集体残杀外地妇女案 可能其同一案犯所谓 王军不由得心中叫好 他说对 跟我的思路相吻合 在刑侦学上 这种思维判断方法 被称作假说 属推测犯愁 案情分析会上 分析了1987年8月到1989年10月 朝阳丰台大型发生的无企 参杀外地妇女案 他们和丰台最近发生的 两起案件一样 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都十分凶残 绝不是一个男人 碰上一个漂亮妇女 当时就有了性冲动了 提了些心了 当这妇女拒绝她的时候 她一生气 把这妇女给杀了 不是这么个情况 通过分析判断 案犯显然是出于 某种程度的计划和意图 这七个案子 都属于下面这个情况 就是先用刀扎 用刀刺 而后强行坚引 再后再扎死这个被害者 受害人身上的刀伤 少则十五处 多则三十多处 且上衣都扒到乳房处 下身裸露 乳房和外颜部 均被刺伤和划伤 有的被抛斧 并扒出内炸 你说有多残忍 同样 这些案件作案的现场 均在荒郊野外的菜币 我员 PMP 繁为大 尸体不易被发现 避免条件差 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线索不明 这七个案子 发生在不同的景区 呈现分散 孤立的状态 按照常规呢 一直由案发所在地的 县区公安局分头查办 通过这次分析会 终于迈出了并案侦查的 关键步伐 就这个 一个案犯所谓的假设 设立的不错 但是呢 需要检验 王军支持这一假说 他立即派遣罚役 痕迹技术人员 对发生在各区县的七体 外病与青年遇害案 从尸检 现场痕迹 作案手段的勘查记录 进行串并分析 结果很快出来了 相同点 齐案 怎么叫齐案 是六死一伤 其中还有个绞性没死的 均为先奸后杀 伤口都集中在胸部和阴部 从伤口上看 胸器种类相同 唯一总脚大型的水果遮刀 多数女尸 胃内溶液脚饱满 约在饭后 一至两小时内死亡 从手段上看 女尸大多下身裸露 上一八道骨房的上方 现场足迹 可重议认定的有两起 也就是 1990年3月7日 最后一起 和1988年3月 在朝阳地区 发生的天津 女大学生被杀 预案的阻替是一致的 朝阳封台两区 跨度虽然很大 但现场都有 自行车轮胎的反应 不同点 封台地区发现的女尸 都是利用死者的围巾 腰带月经袋 高铜袜进行捆绑 而朝阳地区发现的女尸 无疑捆绑现象 朝阳地区女尸 出在胸部阴部多次刺创外 并抛伏将内脏的八处 是残不忍睹 分析探查结果 有个原则 相同点 是事物本质性的东西 不同点 只是大量事实中 偶然性的东西 最偶然性的东西 不必耗费精力分析研究 而应该抓住主要环节进行推断 七个案子之中 有一位姓存者 姓程啊 他呢 是1989年7月 案发被发现时 还没死 据他描绘 案犯的年龄 可能在30岁上下 北京人的口音 身高1米75左右 中等体态 有点长方脸 最明显的留着小胡子 穿老板鞋或者皮棉鞋 还骑着一辆黑色的 或者是墨绿色的 男士的二八型自行车 车后还带着红的 又好像黄的弹簧锁 案发当晚 案犯在北京火车站 以介绍工作为名 和被害人接触 随后又带着他 到了一家小饭馆 吃着饭喝着啤酒 行政技术人员 从该餐馆 批取了20个空酒瓶 就是啤酒瓶子 那上面有指纹 经技术处理和排除 工作后保存起来 根据已有的证据 用凶手为同一人的假设 进行推断 可以无矛盾的得出 这样的结论 案犯不是外地流传来京人员 因为他说的是北京话 案犯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三十岁上下 中等体态 从现场一列物分析 死者都是外地来京人员 从尸体分布情况看 朝阳地区的受害者 七大可能是由北京火车站方向带走的 丰台大兴一带可能是由永定门火车站带走的 案犯有一辆自行车 并有一把大号的可折叠的水果刀被凶器 作案后 没有抛弃凶器 说明他有反侦察意识 或者对刀有着强烈的兴趣 案犯的居住点和工作单位 极有可能在两个火车站中间 或者在其中一个火车站附近 从残害女青年的手段上来看 犯罪分子极有可能是个性变态 或者是抗禁者 那这个神经上有点与众不同 现场反映出案犯不计后果 可能啊 没有犯罪千颗 总而言之 包括王军在内 所有参与侦破的人员 经过反复的分析 论证 就做了这么一种假设 事后证明 这种假设是完全正确 根据这些判断 王军立即调整的办案部署 首先由市局新贞处牵头 组成了朝阳封台大兴 北京战分局 铁路公安局参加的联合专案组 由独立分散的散状状态 变成了推直领导方式 在整体部署的思考中 有一种紧迫感非常明显的 拥堵着王军的心头啊 他知道 这次交手的是 一个不可理喻的变态狂魔 每当他想到那些受害者 他都明白 在某个地方 有某个人将继续伤害别人 他可能坐在什么地方 回味自己的所作所为 仔细品尝他 以便从中得到快感 他是真实的人 他在某个地方在等待着 他的冲动会一次次的增强 除非有人阻止他 否则他还会再次杀人 一次又一次的杀戮下去 他觉察到案犯在加快作案的频率 比方说1989年以前发生了五起 1990年二三月间连续发生了两起 说明案犯屡次得手 胆子越来越大 近期仍有作案的可能 绝不能让这些妇女再受残害 一定要尽快抓捕归案 王军基专案组决定 侦查与抓捕同时进行 不给犯罪分子一丝可诚之机 为了制定不枉计划 专案组又重新勘察了 这些案件的现场 对媒体现场所处的环境 位置以及到达现场的各条路线 都做了周密的观察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 大家认为 案犯采取了大范围 跳跃式的作案方式 代理事主的始发地点 应该是能够冲向现场的 北京站或者是永定门 两个火车站 其中朝阳发生的三起 很可能是从北京站代理的 丰排大型的四起 很可能是从永定门站代理的 用汽车实地测算 从永定门站至封台最远的一起距离 是12.9公里 如果其自行车一小时也能到达 根据三起现场 留有自行车轮胎痕迹分析 案犯其自行车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专案组制定了一两个火车站为始发点 以罪犯作案 行走的路线六个要道口 监控点射卡布网 蹲守方案 具体抓捕方案 如 组织专人从晚七点到晚十一点 分别封锁由北京站至朝阳 永定门车站至封台的主要路口 重点盘查 利用自行车 带着外地打扮 外地口音女青年的行径可疑人员 组成两条专线 一条是从北京站至朝阳现场方向 另一条是从永定门车站至封台现场方向 对所有的餐馆和个体饭馆进行专访 查找一个骑着自行车 带着外地女青年就餐人的情况 在两个车站派出秘密力量 注意发现情况 但说1990年4月初啊 正值两会保卫期间 同时又进入了清明节前后的敏感期 而对汪军基专案组全体成员而言 更为敏感的是 一个月的案发周期即将到了 不定哪一刻哪一地点杀人恶魔就要现身 不论初春的夜晚 严寒惜人 还是绵绵细语湿透了全身 全体专案组的成员 一个个瞪大眼睛 像冰子一样 牢牢的固守在拂择地段 最辛苦的是路边遵守者 为观察七自行车经过行人的情况 只能在路口的混沌摊 或马路旁边游荡 有时累了 腰酸腿疼了 怎么办呢 借助那地摊坐一会儿 因为你光坐着也不掏钱买吃的 就被人家给赶走了 蹲守期间 他们发现十二个心迹可疑 与案犯特征相亲的人 又不得不对他们 马上跟踪 在两个火车站安排的秘密力量 也极具特色 咱比方说 在永定门火车站 就有一个女孩 她是我们花钱顾情的 一个四村女孩 是一个非常精明秀美的女孩 身名大义 十分勇敢 在用这姑娘之前 王军亲自看了看她 跟她做了一次简短的谈话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秀杰 哪个人 四川眠主的 好啊 你有胆子吗 有 我什么都不怕 太好了 如果你帮着公安局破案之后 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的 你看好 我不要什么报仇 我就希望尽快抓住这害人精 把他千刀万剐了 给被害的妇女们报仇 好 王军一看这姑娘 飘着了 长得也漂亮 胆子也大 而且身名大义 所以放心大胆的 布置了任务 这四川姑娘什么任务呢 把那小脸蛋洗得干干净净 涂了点粉 抹了点腮红 打了点胭脂 让他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 又妾 还又漂亮 提这个包 背这个口袋 就在车站转来转去 干嘛呀 这是掩鱼上钩 这钓鱼的办法 可这姑娘的打扮呢 给人的印象就是从外地来北京 务工的 因为到这举目无情抬头无故 下车之后有点茫然 东张西望 心里没底 给人就留下这么个印象 这四川姑娘真会演戏 许多侦察员离得她 不远在暗中保护她 而且保持联系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毫无守护 又一天过去了 依然是毫无守护 但是不要着急 王军是心神稳住 告诉大家 放心 犯罪分子很快就要出现 在四月三日这天 天色已经晚了 永定门火车站依旧人来人往 这四川姑娘一如既往在火车站转悠 她拎着个行李 脸上焦急忙燃的神情 真是仿佛出来炸 离这永定门车站不远啊 有一个小型的劳务市场 这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 有那么几十个人 在那交头接耳 有的是真正来故宫的 有的是看热闹的 这个四川姑娘就凑过去了 听听这个人说话 听听那个人说话 不时的还跟别人交谈几句 正在这么个事儿 可一人出现了 这个人呢 就像幽灵似的 一开始从人群拜他的转悠 东桥西看是鬼鬼祟祟 他的一举一动 映入侦察员的眼帘 大家一眼就看出去 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脚上穿的是老板鞋 最明显的留着小胡子 体态特征与画像十分相似 看来十有八九就是他 就见那个小子转来转去 转到四川姑娘跟前了 东茶西望 而后真跟这姑娘就落上了 干嘛的 是不是找活干呢 四川姑娘还真行 四川姑娘一看 心里都磕疼一下 多少有点紧张 但是马上又镇定下来 他知道在他的身前背后 全是公安战警 自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所以他沉静下来就说 大哥帮帮忙吧 我是四川人 别着急 别着急 找活干很容易 说话之间 他就转身 推出了一辆黑色二八的自行车 自行车的后座上 明显挂着一把粉色的大锁 他来到四川姑娘跟前 小妹妹 上车吧 我带着你去找工作 哎 谢谢大哥 四川姑娘心里也没底呀 用眼睛挑了一下 离得得不远 四名侦察员 冲着脸了脸头 那一次你就上车吧 这姑娘是欢天喜地 一片有座上二等 那个人骑着自行车 奔风柴草桥一带就下去了 但是越灯越快了 这四川姑娘在车上还问她呢 大哥你带我到哪儿去 快了快了 一会儿就到了 别着急别着急啊 再说侦察员 从后都是紧急针踪 一是确保四川姑娘的安全 一是绝不让犯罪分子逃走了 一开始用汽车跟踪 最后换自行车跟踪 交替着使用 他们跟来跟去 一看对面呢 到这就去 荒无人眼呢 驮四川姑娘的自行车 一会儿玩车 被爷逼下去 侦察员心里的 感觉都紧张 他们甩掉了自行车 也不坐骑车 突不跟踪 那个快就就绷地了 不像我学的这样 省其皆武 再说 其次行车 这个犯罪分子 遗憾到达了目的地 不由的心话怒话